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克兰的总统却认为作为一个当事人 却认为他看不到俄罗斯有任何入侵的可能性 在这个情况里头 其实真正的主角是欧洲北约组织里头的 德国 法国 以及俄罗斯 最重要的从角度来看 从某个角度来看是普丁 他不允许把乌克兰纳入北约组织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还有一个当事人 这个当事人是德国 德国的前总理梅克尔声望非常高 在他声望最高的时刻 他卸任了 卸任的时间点是在去年的11月左右 在正式组阁之后 德国的总统免出了他总理的职务 在那个之前 他免了一个大国博弈 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压力 那个压力是什么呢 就是俄罗斯通往德国的北纪二号 这个天然气管不可以启动 梅克尔拒绝了 德国国会也进行了辩论 有一些对俄罗斯认为它是危险国家 而且会威胁德国国家安全的 也呼应了美国的主张 认为应该制裁北纪二号 而当时梅克尔的政府官员 很明白的在国会 告诉这些质询的国会议员 你制裁的对象不是俄罗斯 因为整个北纪二号 都是德国的工厂营造厂商所建造的 我们待会为大家来分析 所有这件事情里头 能源跟德国有关的部分 而这一次普丁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危机里头 见了很多人 也打了很多电话 最关键性的人物就是德国新总理萧茲 你注意到没有 我刚才谈到 这里头其实美国反而在这件事情里头 不完全是主角 真正的主角是普丁 还有德国跟法国 而德国的部分 从前总理梅克尔是沉默的 接任他的总理 十一月接下了这个位置 到整个一月 当乌克兰是否会被入侵 所有这个情况里头 他几乎是保持沉默 二月十五号的时候 普丁和肖子见面 人们说 普丁会在二月十四号宣布撤军 而且在二十五号真的采取行动 就是送给肖子的一个伴首领 俄国跟德国的首脑 这场会议非常值得注意 第一个 他们就乌克兰的问题达成了共识 这个报道呢 在日经新闻你可以找到 在路透社 英国的通讯社里头 你可以找到 在美国的新闻报道 却不多 所以我们其实在了解 许多问题的时候 如果它牵涉到欧洲 我们需要看到 来自于欧洲的角度 跟欧洲利益的观点 这也是文献的设置 我们坚持一定要有 欧洲特派的理由 在二月十五号的时候 俄罗斯的国防部 公布了俄乌边境 俄军结束演习撤队的影像 肖兹认为这是一个好征兆 他同时表示 对于欧洲所有的国家来讲 可持续性的安全保障 只有通过和俄罗斯的合作 才能够实现 也就是说 他并不认为 这个是一个军队对军队 国防对国防的对峙 可以解决问题 他认为是要跟俄罗斯的外交谈判 才是真正的方法 所以德国 法国 俄罗斯 乌克兰 四方组成了真正的四方会谈 肖兹说 我们一致认为 这个对解决争端非常重要 外交解决这问题的可能性 完全不会消失 2月15号 访问俄罗斯 会见了普丁之后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说 德国总理肖兹 表示 所有参与方的人都知道 乌克兰加入北约 不在议程上 这个是普丁所要的 就是普丁所要的 就是乌克兰 不可以加入北约组织 而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组织 是写在乌克兰的宪法里面 北约组织考虑 要不要把乌克兰 放进去北约组织里 2008年 就放进了这个议程 在这一次呢 几乎整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当中 你就可以慢慢呈现出来 包括像梅克尔 更不要讲肖兹 社会民主党 他们本来长期对梅克尔 就不像梅克尔这么亲美国 所以他对于这件事情上头 德国自己的利益 完全被放在这次乌克兰问题的 主要的考量上面 目前为止 德国总理肖兹说 乌克兰虽然仍然希望加入北约 他见了普丁 直接摆明 现在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像千禧年世界末日的灾难预告一样 美国高分贝 请全力预告2月16日的俄罗斯开战 并没有发生 因为看似战云密布的乌克兰边境 不是一个战场 而是一个剧场 最清楚乌克兰只是强国博弈舞台的 莫过于演员出身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泽伦斯基对于2月16日将会开战的回应是 冷静低调地宣布 2月16日为乌克兰团结日 这是预告战争最为卖力演出的主角拜登 在2月15日的发言 他锁定的观众不是乌克兰人民 而是美国民众 对拜登而言 乌克兰危机是一个完美的战争剧本 不但远离美国 激活了拜登希望向亚太地区扩张的北约 还团结了除此毫无共识的两党 如果这场战争会恶化美国内部的能源价格 那为什么当务之急是赢得美国其中大选的拜登 要冒险叫战呢 为什么美国贺阻普丁的杀手锏 是禁止已经完工的北溪二号呢 禁止俄罗斯向欧洲提供天然气 理论上只会使全球的天然气价格继续飙涨 不是吗 这是已经卸任的国际天然气联盟主席 早在2020年底 美国对北溪二号祭出制裁时 就预言北溪二号一定会完工 但是无法营运 万一真的开战 俄罗斯切断对乌克兰的攻器 将连带冲击到德国迫切需要的气量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总理肖兹 在2月15日与普丁会谈的前一周 先飞往白宫与拜登会晤的原因 美国媒体形容 肖兹一番白眼回应 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是有口难言 为了德国的天然气 肖兹只能低声下气地以墨剧演出 肖兹选择了在与普丁会谈之前先造访基辅 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 德国一直是对乌克兰提供最多精元的国家 高达21欧元 德国政府计划还要增加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 但仍坚持拒绝提供武器 但是乌克兰真的需要德国的武器吗 泽伦斯基需要的不是武器 而是德国的支持 他选择在肖兹面前重申加入北约的意愿 正是因为加入北约需要获得所有成员国的通过 而德法最积极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两个国家 为的是避免恶化和俄罗斯的关系 才能保持欧洲大陆的长远和平 就在肖兹与普丁会面的前一天 俄罗斯电视罕见地播出了一段 普丁与拉夫罗夫的对话 传达了两个讯息 首先是马克宏造访后 让西方媒体瞠目结舌的那张长桌 真的只是为了防疫安全 而不是傲慢羞辱 第二个关键讯息 是拉夫罗夫建议普丁继续透过外交途径 争取西方的安全保证 拉夫罗夫这一幕组合不足战的客战演出 让美国2月16日开战的剧情预告不攻自破 然后就在肖兹与普丁会面的当天 俄罗斯宣布撤离部分完成克里米亚军演的部队 肖兹是对于俄罗斯开战在即的论述 反映最为保守的西方领袖 他对美国大肆渲染的战争剧本沉默以对 在所有强调与美国立场一致的发言里 坚持不提及北溪二号 拉夫罗夫宣布继续外交协商 同时由国防部宣布正在进行撤军 这几乎是普丁为肖兹造访铺上的欢迎红毯 在两人会谈的一开始 开放公媒体拍摄的短暂时刻 普丁就开门见山的破体 几十年来 俄罗斯一直是一个可靠的能源供应国 然后他才说 普丁是乌克兰危机舞台上的核心主角 对于同台演出的各个人物 他有着不同的对白 面对肖兹 他谈的不是北约东扩 而是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但是他没有说破的北溪二号 这是普丁粗中藏系的代可之道 客户的客 但观察家和西方国家仍对于撤军表示怀疑 因为俄罗斯国会也在本周二通过决议 呼吁普丁承认乌克兰东部厄语区为独立国家 虚虚实实 让人仿佛物理看花 普丁也在静观起变 伺机而动 所以演出撤军的同时 国会也要配合演出 呼吁承认乌东厄语区独立 一退一进 才有继续周旋和施压的筹码 肖子为他始终没有说破的北溪二号做了了结 这条号称绕过乌克兰 从俄罗斯直达德国的天然气管道 才是这场真真假假的战争里绕不过的矛盾 看来只要绕到美国就可以解决北溪二号的矛盾 那么普丁另一个终极诉求呢 您可沉默 不愿说错话的肖子 却可以轻松的拿普丁的任期开玩笑 保证北约东扩不是自己任内需要处理的问题 谁会为了一个遥遥无奇 不会发生的议程开战 尤其是只能空想 却没有话语权的乌克兰 这不是一场捍卫民主自由 或是主权领土的新冷战 这是一场在乌克兰盛演的能源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